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第二个很重要 第二个很重要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列印 列印考题也很多 列印的考题很多 列印看一下 列印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特别讲 列印呢 从这里开始 列印 从这里开始 列印的部分呢 它可以在清单 明细表 或者报表列印这个地方 可以找到 可以找到 等一下我们就要考试 来 那个列印 通常呢我们会在报表里面 去做列印 那怎么做呢 譬如说刚刚讲这样子 我可以在报表里面做列印 譬如说 清单对不对 订单里面的清单 你来看一下 如果说订单里面有一个清单 清单明细 明细里面呢 假设报价单 刚刚讲报价单 同样道理 我跟刚刚讲的一样 你可以用区间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用选择性的选择 这是全选 这是全部选 这个可以勾的 这是一种方式 然后你可以用区间的方式 其他都一样 一个是日期 一个是 如果说排序 假设你选好以后排序 是用单据日期 还是用报价日期 然后呢 你客户选择也可以 业务人员选择也可以 很多种选择方式 那如果刚刚的方式来讲 我用报价日期 从去年的 这个时候到今年的 今天 我用这个来选 直接 只要你选好一个条件之后呢 然后你进阶选项 要一样 是确认 对未确认 然后是不是全部 然后系统选项也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到这里呢 我只要选这个 我确认 确认之后 马上会出现这个 这也是考题 我曾经跟同学讲过 这个是叫做什么呢 在这里啊 叫做注列 在这里 叫做注列的一个号码 注列的号码 在你们课本的 5-32页 看一下 5-32页 它告诉你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 这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呢 这个号码是叫做工作代号 它是派班中心 叫做dispatcher 派班中心 所处理的一个工作代号 好 这很重要哦 如果你这个 出来这个表示说 它已经 作业出来了 到这里呢 它表示说 它作业已经完成一个作业 完成一个作业 它已经丢到哪里 丢到伺服器里面 把 刚刚 这里面报价单的 号码 找到 而且丢到我们的 伺服器里面 然后成一个 工作注列 工作注列出来了 好 OK 接下来呢 报价单的明细表在哪里出现 不会在这里面 会在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 有没有看到 这个 显示报表工作注列 会在这里哦 你要在这里才找得到它哦 好 你按住它 按下的时候呢 它就出现了 出现这个东西 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里面表示说 放大给你看哦 表示 表示说 我刚刚 做了一个报价单明细表 而且呢 它是依照顺序的 注列顺序 什么时间处理的 处理状况是已完成 这个很重要哦 处理状况 如果没有做成已完成 你就没办法 找到它 好 如果已完成的时候呢 你直接按这一个 点两下 它就出来了 你看 它报表就出来了 好 这个报表哦 这个明细表呢 考题很多 我现在一个一个跟你们讲 考题很多 这里呢 上面都要知道 上面都要知道 一样 这个是一个选择格式 这是一个储存 格式可以储存 因为格式很多啊 你可以存很多种 不同报表的格式 然后这个是修改 这个是删除格式 这里面是查询 预览列印的查询 然后这个呢 是印表机的设定 好 这三个很重要 这也是考题 我们这个表 可以转出去 转什么呢 转成Excel档 转成HTML档 可以转成文字档 这三个是唯一可以挡的 可以转的 如果题目问你说 列表出来 报表的资料 可以转档 哪一个是不能 可以 哪一个是不能转的档案 像Word就不行了 只有这三种可以转 好 接下来是前一笔 后一笔 这个不管了 这很简单的 好 这是第一个 要跟同学们讲的 第二个要跟同学讲 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些资料 很简单 我可以把这个栏位呢 做移动 栏位做移动 譬如说 我客户确认栏 我要把它移到 单据的前面 我只要按住它 注意哦 是不是出现一个蓝色 有没有看到 蓝色 然后直接移动 移到这边来 它就会跑到前面来 考题 如果你要移动蓝位的时候呢 你按住蓝位 会呈现什么颜色出现 第二个呢 假设宽度 宽度可以调整 宽度呢 当你按住宽度的 边边的线的时候呢 它会呈现红色 这也是考题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宽度 除了这样子移动方便之外呢 我也可以在哪里 我也可以在修改这里 修改 做什么修改呢 做蓝位的属性 宽度的修改 像刚刚这个 客户确认栏 在这里 确认客户确认栏 我把48 对不对 我把它改成 假设 我把它改成65 可以不可以 然后呢 确定 它就变宽了 知道吧 这第二个地方可以改的 第三个呢 如果说资料很大 我可以变成十字架出现 我按一下右键 有一个十字线 就会有绿色十字线出现 那我可以对准它的位置 这是可以用的地方 然后呢 在右键里面 还有几个可以改的 譬如说 这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 我可以改什么呢 我改它的字形 可以改 大小 那这里改的部分 是所有的一起改 你看哦 如果我变成14 然后变成细明体 我确认的话 就通通改了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 我可以那个哦 我可以不要一个全部改 我可以单 一个一个 我可以个别改也可以 个别改在哪里改 个别改就在修正这里改了 好 刚刚到这里为止 是三个部分 跟同学讲 第四个部分 跟同学讲的是 只要有数字的 可不可能有负字 负数 有对不对 当你按这个栏位 你把它按右键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负数 好 考题是什么 负数的方式 呈现方式有多少种 有这五种 这五种是负数的呈现方式 一个是什么 红色括号 一个是括号 原来的颜色 第三个呢 是红色代表 第四个呢 是前面加一个负 第五个呢 是不但有负 而且是红色 这五种 好 譬如说你看 还有 接下来 我如果要修正它内容 我可以这样修正 在这里修正 按修正 修正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修改它内容 譬如说 这里面哪一个不呈现 不要呈现 它就不呈现了 你可以把它呈现 第一个是呈现的部分 把它打勾 或不打勾 第二个呢 这里面所有内容 都可以在这里做调整 上边界的调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画面属性 这很重要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 主标题 这叫主标题 这叫次标题 主标题 我刚刚说 我不要一次通通改 我要画面上面 不能通通改 我只要改这里面 譬如说成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把它的制高改成多少 改成17 18 而且呢 它的那个 资料 字型呢 我把它做成一个颜色改变 红色 蓝色好 好 没关系 确定以后 你看哦 改了 是不是 或者说 我也可以改它其他的东西 譬如说 我在改它的属性 什么叫属性呢 像这里面不是有客户确认吗 我如果不要让人家知道 我在显示里面客户确认 把它改成否 客户确认改成否 那你看哦 这一栏就会不见了 不见了嘛 对不对 好 另外呢 我也可以改什么 我可以改说 像现在呢 这个单据日期跟客户名称 浪费很多空间 对不对 我可以把这个 第二行的资料 写在第一行资料的底下 这叫做折行 这叫折行 一定是相连才可以哦 比如说这里我把单据日期 摆在底下哦 那怎么摆 客户代号 客户简称 我把它让称 然后呢 日期改成四 折行 必别改成四 折行 必别不行了 三个了 现在呢 会把这一个单据日期 会跑到这底下来 你看 有没有 是不是 这叫做折行 这叫折行 你可以设计 那另外呢 宽度刚刚讲了 宽度就已经解决了 显示也做了 好 还有呢 资料的范围 我也可以做 范围来做显示 做一个调整 画面的属性 刚刚讲了 哪一个地方颜色是怎么样 都处理好 好 确定好以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要不要储存 你可以储存啊 你可以把格式储存以后 你告诉他 这个格式是什么格式 好 C60是我的 那我储存 将来我可以把 C60出来以后 格式他就选这种格式了 好 到这里为止 几乎把 你们看一下 我们从 5-30 5-30 到5-39 5-47 都讲完了 5-48 一直到 5-30 5-55 都讲完了 都讲完了 那其中还有一个 我在这里补充一下 其他的呢 你们自己看 都可以看得懂 都可以看得懂 有一地方我可以补充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我们的那个 在Excel里面 有没有可以叫做 冻结视窗 意思就是说 像现在呢 很长的位置 对不对 你要 这个位置很长 后面很多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忘记 到底第二行是谁 第二行 第二篮是 第二列是谁的资料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可以在 这个地方做冻结 这个地方做冻结 那我把这个冻结 这两栏好了 这两公司也把它冻结 那冻结怎么做 就在我们的画面 就在我们的画面属性里面有一个叫固定栏位 比如说两个栏位是固定的 就是这两个栏位会冻结 你看哦 我移动给你看 我可以保持这两个栏位随时可以看到到底是哪一个公司的资料 这样知道吧 好 大致上我可以跟同学介绍整个两个部分 一个是凭证一个是凭证一个是列印 先让同学们了解 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资料你们做看看呢 你就做一个列印 拿资料在哪呢 我把它关掉 现在有带课本吗 课本有吗 有哈 课本有哈 好 课本有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五之十二 五之十二 有一个报价单 先让同学看一下 五之十二 配 配销模组的课本的五之十二 好 五之十二这里有一个题目 达胜要购买数位相机 产品A数量30个单位 产品B数量5个单位 然后呢 报价 报价 然后呢 报好以后呢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客户确认完了 把这个做好以后呢 然后做一个列表 列印 凭证 跟 明细表 这样知道吗 你可以练习看看 好 请联系 咱们 点赏 人赏 点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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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